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她毅然辞去了工作 成为一名全职的陪独妈妈 但是在李娜牺牲工作和家庭的背后呢 她所遭遇到的是公司下属的背叛 因为异地分居与丈夫感情不合等等残酷的现实问题 而正处于叛逆期的儿子呢 还经常与自己争执不断 就在李娜走投无路之际 她又认识了其他几位陪独妈妈 她们相互扶持 相互帮助 并且最终找到了自己与丈夫与子女相处的方式 没错 这个剧情啊 一听就会觉得哇 这个话题讨论度真的很高 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那在这个剧中呢 梅婷的表现绝对是可圈可点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 来看一看她的精彩表现 惊喜 干嘛啦那么委屈啊 金志远 也请你和你的儿子远离我女儿 听见了吗 哪一个陪独妈妈 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 忍受着和丈夫的分离之苦 陪着孩子远度重养 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如果我不任性 我早就找个男人嫁了 在家里做阔太太 而不用飘养过 还跑到这儿来大拼十九年 人家温哥华啊 就这么歇个好姐妹 互相不要排挤 丁龙的坏子 苏美 安娜如果知道 你是她的爸爸 她一定会恨我 为什么这么多年 一直把这个秘密隐藏着 以后我妈就是你爸 那衣服呢 真的吗 老爸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我遇到了圆圆姐 和她的妈妈会 在妈妈们的指导和帮助下 我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了 和我儿子之间的威力 我很感谢写这个帖子的文化 因为她扒下的 恰恰是她自己 阴暗 狭隘 丑陋的灵 这场特别过瘾的游戏 我真的没想到 杨阳的成了这场游戏的受害者 这场游戏的受害者 你为何你斗 这场特别过瘾的游戏 我真的没想到 杨阳的成了这场游戏的受害者 我现在只想做一个女人 做一个能陪在我孩子身边 看她成长的妈妈 看完了陪读妈妈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 就是古装大剧扶摇 在接下来的剧情当中 我们会看到 陪怨偷偷下毒 胁迫燕金城 来到关押扶摇的地方 复仇心切的陪怨 她逼迫燕金城下手来毒杀扶摇 因为在她认为 她脸的毁容是被扶摇所害 在谈话当中 陪怨得知自己的毁容 原来是被她一直视作为姐妹的 侍女阿烈所致 而且阿烈还坦然承认了这个事实 而此时阿烈她心底的恨意呢 也因为陪怨的质问再次被燃起 她手中握着早已准备好的暗器 冲向两人 那么这两个人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们赶紧往下看 时至今日 你都不知道自己的脸是谁弄的吗 罢了 今日是我大意 是在想对我怎么样 也能还我的脸吗 我刚才确实是这样想的 不过现在我改主意了 咱们玩个更刺激的 阿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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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脸 是我毁的 阿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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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一个人 我从小和你一起长大 一心一意地照顾你 可你呢 待我都不如一条狗 这一切 都是你应得的 还有你们 别以为我是在帮你们 我恨 我恨你们每一个人 我要你们都去死 都去死 服药 服药 苓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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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大师兄 我恨 真是因为那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关注更多精彩剧情进行锁定稍后22点播出的电视剧服药 我们的电视剧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 而我们的自办栏目也是每周必更新 那么明晚我们就将迎来热闹非凡的奔跑嘉年华 到底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 我们一起来抢先看 7月6日奔跑吧特别企划 奔跑嘉年华 诚意奉献 回馈观众 下午4点 嘉年华欢乐进行时 兄弟团承邀热心观众 体验跑能经典游戏 赢取奔号大奖 晚上19点30 奔跑嘉年华 热力开启 奔跑吧新老朋友 亲情加盟 张杰 张绍涵 林俊杰 荣祖儿 袁亚维 陈里农 毛不易 火箭少女101 惊喜亮相 麻辣教练许亚平 肌肉达人Tony 非人工友贾书凯等助力团 悉数到场 欢乐不停 惊喜不断 7月6日奔跑Family 要你一起逢欢 刚才这次我们的兄弟团真的是大手笔 送出各种各样的福利 明天晚上一定要记得收看 看完了奔跑嘉年华 那么本周我们还有哪些精彩的自办栏目 要为您送上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本周的高能少年团 少年们来到了泰国曼谷 节目中 王俊凯首度挑战 泰式泼水节 施发造型抢眼 东子健戴上上阵 脚踩灭霸同款 化身最拼少年 脚怎么了 我戴上了《複脸》里的手套 脚套 扬子变身扬门女将 让你见识这事扬门女将的厉害 张一山挑战苦瓜汁 秒变表情包 这多喝点去黄 迪马西燃爆出场 大秀海豚鹰 张雪淫化身 史上最萌泰拳手 为食材而战 掉了一个吧 他的掉了 你低头看一看 他的掉了 看少年们如何玩转漫谷 迎战美食任务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本周六晚 二十点三十分播出的 高能少年团 十秒倒计时 十秒 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好看中国蓝再提醒一遍 那就是明天晚上一定要锁定 我们浙江卫视一起来看 奔跑嘉年华 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 7月13号开始 我们全新一季的 中国新歌声已经回归了 记得要锁定收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